。 谁气负你了? 昨晚上,我们家房子都要被收走了。 好了,别哭了。 宋家欠的钱,我照单全收。 我从小就是家里的公主,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,我会差点连家都没有。 没有人能拿走属于那个东西,你爱都守着小路上。 宋川你知道吗? 从小我就梦想,能有一段幸福一辈子的爱情。 可是顾名媛那样对我,我彻底死了些。 没想到,遇到了你,从来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。 以后啊,我还会比你更好。 。 你说有办法对付理解。 就像我本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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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